大提来聚焦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 肯定涌现了大批观光人潮 光是礼拜六一整天就破五万人次 在今天下午台义线更是大塞车了 截至四点为止南下车辆依旧惊人 将近两万车次 北上回程也是相当可观 超过1.5万辆车次 而在华侨市场因为开放内用人潮回流 不少民众把握机会大快朵移 至于东流线则出现了排队人龙 趁暑假尾声到小琉球留下南万回忆 台一线防山路段放眼望去 车龙根本看不到镜头 轿车时速不到20相当缓慢 最后甚至停了下来动弹不得 随着疫情趋缓加上暑假来到最后一个周末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到墾丁走走 投投气 依然台一线往返都出现打批车潮 截至下午4点钟往南车次将近2万辆 往北回程的也超过1万5千辆 不止车潮惊人 人潮也非常可观 周六一天超过5万名游客涌入墾丁 游客威力延烧到周日中午 餐厅班课还有顾客不断上门 虽然来客数跟以往暑假有所落差 但业者人忙的不可开交 另外东港华侨市场也出现人挤人景象 狭窄通道游客几成杀丁鱼 抢买新鲜鱼货 也有人把握内容机会 以隔板防疫拿下口罩大快躲移 500多了 不止华侨市场 逐渐回温 一旁的东流县更是从早到晚都排满游客 扛着心力洗夹带卷 每班次几乎满客 从售票扣到码头人多到满出来 东流县则已激动加班 应对暴涨游客数 多久没有出来 跟家人一起出来走走 两三个月了吧 单纯放空啦 就喜欢就想说离开一下这样子 把握最后时机 民众还边跑透透 又好吃又好玩 为长达四个月的暑假划上完美句号 解叔叔为评东草报道